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 而中午前紫外线会更强 大家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 再来看到降雨的部分 今天除了迎风面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之外 午后的中南部跟一些山区也都会有局部的雷震雨出现 范围比较小 雨湿也比较短暂 而到了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减弱一些些 剩下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他的地区都是属于比较干燥的天气 再来把时间拉长 一周的天气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周日到周二环境依然是东北风 但水气比较没有那么丰沛 除了北海岸跟东半部跟各地的山区 会有林区的降影之外 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道晴 而周三到周四开始 水气又会开始增多一些些了 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中南部是多云道晴 但会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而大家最关心的中秋节天气又是如何呢 目前在欧洲跟美国的模式都显示 在南海跟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都会有热带扰动发展 因为还有一个发展失败的扰动 移到北部的海面形成一个微弱的封面 伴随着南海扰动来向台湾输送水气 会指的中秋的廉价 会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环境 最后同样想要叮叮两件事情 今天台湾背封面晴朗但迎封面有降雨 基隆跟宜兰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大家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而各地的白天都是偏热的 出门千万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工作了 接下来带你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 请订阅分享